蔡宜芳高雄李长爸为女儿打气,爸爸陪你共同承担 蔡宜芳外形亮丽,顶着清大博士高学历光环,曾以刺客之资参选高雄市议员落败,去年批民众党战袍到台北市参选立委,党主席柯文哲大力加持,最后仍败北 本报资料照片周刊王报导指,民众党团助理蔡宜芳和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发展出不伦恋情,引起关注 蔡宜芳父亲是现任高雄市延城区中原里长蔡崇明 蔡富说,女儿还年轻,希望大家外界别态责难 她有传讯息对女儿打气说,爸爸陪你共同承担 蔡崇明已连任三届里长,她说,一方是她的独生女,个性一向独立 也有自己想法读书,成长过程很少让她操心 是个贴心,善良的女孩,希望外界别过度责难 女儿今年才30岁,年轻人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蔡坦言,很少过问女儿的感情世界,只关心孩子有没有健康、快乐 发生这件事她内心很自责,她为您服务生活忙碌 较少陪伴女儿,我也有责任 据了解,蔡宜芳日前曾邀约张艺善等人到高雄,有到蔡家做客 但当时蔡崇明等人看不出两人的关系,只感觉到张艺善和蔡宜芳互动热络 蔡宜芳外形亮丽,顶着青大博士高学历光环,曾以刺客之资参选高雄市议员落败 去年批民众党战袍到台北市参选立委,党主席柯文哲大力加持 最后仍败北,蔡崇明说,女儿很热血,对参政有兴趣 她也支持走有兴趣的路,未来是否继续参选 现在谈仍贪